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那麼這節我們要帶你 一起來討論 現在拜登是不是超級頭痛的 為什麼 因為美國半導體的有岸外包 越南最大的障礙就是 沒有工程師 拜登大力推動的 有岸外包策略 一直將供應鏈集中在 擁有相同理念的 地緣政治盟友這邊 在這波半導體供應鏈的重組下 越南明顯受惠 但是外媒就直接講了 工程師人才真的是缺到不行 是越南半導體產業 發展的最大隱憂 那麼我們帶你看到的是 雷蒙多施壓中國 連美器都不幹了 拜登投資禁令壓力山大 雷蒙多訪華期間 中國冒促會對拜登 剛簽署的對外投資禁令 進行了回憶 表示說這個禁令 有意曲解中國企業 正常跨境融資跟經營活動 同時在美國 芯片的製造商們 也紛紛的發聲反對拜登政府 收緊出口管制 揮打的創始人黃仁勳 也反對美國政府 這樣子的投資禁令 不過現在我們帶你看到的是 過去被美國針對的華為 現在是亡者歸來了嗎 華為上半年的營收1.3兆 淨利218% 那麼華爾街日報就說了 中國財經媒體報導會走 華為正式披露半年報 那麼淨利潤同比增長3倍之多 那麼華為逆襲成功 對雷蒙多示威 在雷蒙多訪華期間 華為日前突然異常低調的方式 宣布開售MAT 60 Pro手機 多少是不是有一點點 示威的意味呢 環時射評提醒雷蒙多 要準確理解華為預售新機 證明美國的極限打壓 已經失敗了 不過我們帶你看到的是 現在拜登真的嚇慘了嗎 華為1000天無晶片可用 新機晶片兩個神秘字 挖出了驚人內幕 華為新機搭載的是 麒麟9000S的處理器 那麼可以看到這顆晶片 是由中芯國際代工 推測是採用的是7奈米的製程 不過你看這CPU上的編號是 2035CN 這個CN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它代表的是中國製造 尤其能支援5G網路更令人驚艷 那麼這標記著 中國5G晶片生產製造環節 已經成功實踐在完全本土化 突破了美國的封鎖 彭博就說了 華為新旗艦機測試網速超快 根本可以媲美新iPhone 所以現在庫克也始料未及了 華為上演被刺大戲 任正非就說和平是打出來的 華為手機上線官網就說了 雙向北斗衛星消息 第二代昆仑玻璃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就官方宣稱這無地面網路 也能通過倡聯應用 發送預製的文字 透過選擇多條位子信息 來生成軌跡的地圖 它有這麼厲害的功能 不過現在電動車之戰 成為了美中徵輸贏的地盤了 那麼國際經濟就說了 拜登砸121美元停電動車 有他就比較容易拿補助 他是誰 美國男人部長週四宣布 拜登政府將提供 120億美元的補助跟貸款 供給汽車製造商跟供應商的改造工廠 以生產電動車跟其他的先進車輛 女股神說了 特斯拉調降中國電動車價 因為有能力來應對 從去年底以來 特斯拉已經在美中 其他市場多次調降價格 並且增加折扣 以減少庫存 以應對競爭和經濟的不確定性 不過不具特斯拉大砍價 電動車一個比亞迪利潤 淨仰三倍 但未來成長的動力 竟然可能不在中國 上半年的淨利為人民幣 109.5億元 大概是15億的美元 成長了三倍 王傳福就說了 比亞迪今年有信息賣300萬的車子 而且他還不想打價格戰 我們先請教一下 楊教授您怎麼看 拜登的有岸外包 現在恐怕是他很頭痛的問題了 這個其實是幫助 中國供應鏈擴大 拉長 變成亞洲供應鏈 甚至更拉長到墨西哥 也就是你的有岸 近岸 到後來都是中國岸 因為他發現到 其實所有的供應鏈 不管是中間的商品 還是說更重要的投資以及人才 其實當然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怎麼可能 你告訴我 越南幾個世界知名的大學 可以跟北京 清華 復旦區相比較的 對不對 還是說可能是跟我們台灣的 台大 清華交通成大 所以很清楚 但是華為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轉捩點 華為的手機突破 代表美國科技戰的大挫敗 你看看 到現在美國的主流媒體 討論這個東西的還很少 科技媒體非常多 在整個都檢驗 他們的檢驗不比大陸的這些 博主 檢驗的少 不只是做測試 也把它拆開來看 當然你不太可能知道 它到底是幾難民 不過可以很明確的是說 它是具有5G的這樣子的 優化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美國對華為的打壓 就代表了對中國科技戰的 最主要的軸心 因為它就是中國的冠軍企業 然後經過這樣子 三 四年的時間 它這樣子一個突破 四波 第一波是什麼 你還記不記得 2018年的12月1號 孟晚舟 那個時候還不是針對華為 是針對華為 本來不是針對所謂的科技戰 是因為孟晚舟的企業 跟伊朗做生意 所以把它給在加拿大軟禁 一直到什麼時候 2021年的9月24號 1000多天 然後2019年的5月 它就開始進華為 跟它相關的114家 禁止美國的這些科技公司出口 除非得到美國的同意 到2020的5月的時候 它更進一步把技術也給禁掉 到了2020年8月的時候 更增加38家的華為相關企業 總共華為相關企業 加起來152家 各位 這種打壓跟制裁 嚴不嚴重 真的是難以想像的嚴重 針對一家公司 而這家公司原來 我本來要買這個折疊手機 我是要看華為的 結果被禁了 所以不得不買其他廠牌的 現在華為在台灣也不容易買得到 因此你就會出現到 它在這個5G手機 為什麼5G手機重要 它代表的是一個技術的總和 它也代表的是一個就是 整個新經濟跟 就是相關的APP的應用 所以華為雖然在其他的領域裡面 也找到了它的藍海 然後有很高的毛利 但是手機它的回來代表 是不是華為能突破 中國也能突破 是不是 你對中國的科技戰 你反而逼得別人 彎道超車或換道超車 我不跟你在同一條彎上 對不對 但是我跟著換一條路 講到這個電池也是一樣 全世界兩種電池 一個是韓國跟西方在做的 另外一個大陸在做的 鯉酸鐵電池 韓國西方在做的叫做NMC 但是在整個成本上相距很遠 所以事實上 你就會看到 現在中美的科技戰或全球 因為華為不只是被美國禁 甚至是被全球都禁 對不對 你想想看歐洲 然後我們台灣也進華為 設備 從手機到設備 然後日本也是如此 所以面對這樣子的一個情境之下 華為的手機的突破 這一次的Mate 60 Pro 不過我們要等他的官方的說明會 據說他的官方說明會 跟iPhone 15一樣 要開的9月12號 我覺得真的是有Guts 你選在聯盟多29號來 中國的時候你就開賣 對不對 然後9月12號的時候 跟iPhone同一天發布 直接面臨挑戰 證明你行 問一下寒兵哥 你是不是覺得華為 現在有一種王者歸來的氣息 當然華為很不容易 因為之前美國對他全面封鎖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華為大概已經玩完了 大概差不多就要倒了 結果沒想到他另辟蹊徑 而且就這樣子掙扎回來了 而且看起來營收整個都 狀況都還不錯 可是問題是華為就已經真的 重新戴上王冠了嗎 其實還未必 老實講他發了這一個新的手機 有人去解析他這個晶片 我是在網路上看到的 有一些比較懂的人 他們說他大概相當於台積電 2017年左右的水準 所以他跟台積電的技術 還是有一些差距 但是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當然他到底是怎麼做出來 有人說他還是用 ASMO的DUV去做出來的 有人有另外的說法 他怎麼做出來不知道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華為他當然跟大陸 他們在美國的封鎖之下 還是拚命的 想要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這一條路其實當然 現在還沒有看到鏡頭 也就是要拚命的繼續往前走 要想盡辦法突破美國的封鎖 我並不能說 他現在就已經成功了 他離成功應該還是有一段距離 但是很顯然的就是 並沒有像美國所設想的那樣 一下就把他封死掉 所以我覺得美國 大概現在也開始比較頭痛 說真的這個手機出來 我都有一點想買 因為他那個衛星功能 很吸引人 就是你不用再擔心說 這個地方沒有網路 尤其在一些荒郊野外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好用 可是現在在台灣 大概是買不到這種東西 所以我覺得還滿可惜的 至於說電動車這個東西 其實我一直覺得 特斯拉現在有一些策略 其實是對顧客來講不是很好 也就是你突然之間又降價 突然之間又降價 而且請注意 正常一般的車商是什麼樣 我不管是要降價還是加價 我通常是換一個車型 你這樣比較有理由 可是特斯拉已經好幾年 都沒有更改過任何車型了 然後同樣的 完全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今天買了 明天你給我說降價 我是顧客 我當然一肚子火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對他的銷售策略 恐怕不是很有利 所以特斯拉如果沒有辦法 再發展出新的車型出來的話 我認為他會越來越難 跟比亞提競爭 因為他的成本本身 就比比亞提高了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覺得電動車的發展 恐怕特斯拉不容易走出 自己的一條路 至於說美國現在砸了120億美金 想要去協助這些電動車廠 老實講 我認為120億美金太少 太少了 而其實是完全不利 特別是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怎麼發展起來 他的整個國家去配合 去發展起來 美國如果單單只想砸120億美金 我覺得還差得甚遠 立將軍 你怎麼看電動車美金在角力 我跟你講電動車有三個電 第一個是電機 就是它的馬達這種電機 第二個是電動 對不對 就是所謂電動 就是包括它的這種智能的控制 怎麼樣來操作 這四個輪胎怎麼樣來控制 第三個是電池 其實重點是在電池 就是我們知道開電動車 最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擬成焦慮 就是開一半怕沒電 中國現在就像剛剛楊樂樹所講的 它發展出來新的電池 另外還有它的造型也很特殊 叫刀片電池 它可以做到很薄 很薄的好處就是說 我可以車子裡面很多空間 我都可以儲存這種電池 現在聽說他們的電池 中共他們發展電池能力 已經可以第一個 就是衝的速度很快 就是三分鐘我可以 衝的電就可以跑500公里 那就跟加油差不多了 那不會耽誤加油時間 你比如說中間 我們以前都認為說 15分鐘半個小時 或甚至一天或什麼 它三分鐘 五分鐘 它就可以跑500公里 來講的話 那就可以表示說 它可以充電的這種能 時間上面可以節省你充電時間 第二個就是它的里程數可以 就是三分鐘 五分鐘 充完電以後 它可以跑到500公里以上 它整個充飽以後 可以跑到1000公里 第三個我覺得它還有一個 就是說電池以往技術上面 一直很難克服的就是在冬天 也就是北方地區 比較冰寒地中的地方 它的效能會衰退 現在聽說中共他們研發電池 已經可以克服技術上的問題 也就是說它可以克服寒冷 高寒地區的這種充電的效能 不會因為到寒冬的地方 或者冷的地方來講的話 它充電效能會降低 所以在這種幾個條件之下 我覺得現在比亞迪講話很有底氣 他說我們不用不打價格戰 不跟你特斯拉一樣 就表示什麼 他對他自己的產品非常有信心 我們就是說 他不需要靠降價來促銷 他覺得說這個東西 另外比亞迪 我覺得他不管從他的開發 儀礦或者是製造電池 或甚至於他到最後運銷 他自己做滾裝或人運銷 也都可以降低他的成本 你成本壓低下來之後 跟特斯拉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特斯拉 他只能打價格戰 我一直不停的降低 你如果說沒有新的研發技術 可能來講這一塊 可能在過幾年之後 可能不需要過幾年 可能一兩年之後 就在競爭力上面 可能就跟比亞迪會有差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 中國不是只有比亞迪一家 汽車事業 它現在鴻海也在發展汽車 鴻海發展之後更可怕 它可以跟衛星直接連線 就是因為它本身就有這種晶片 它可以跟衛星 它的北斗系統連線 我們看到說現在中美關係 美中關係也被受大家關注 包括了現在俄羅斯的 總理普京他就說 希望很快就可以跟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能夠會面 包括了俄羅斯的政府幕僚 就說了 普京計畫十月中的時候 在大陸舉辦第三屆 一帶一路高峰會時 前往大陸來做訪問 很快就會來做會面 現在包括了好像拜登也想要 跟習近平有點會面的感覺 怎麼說包括了拜登喊話 希望習近平能夠出席 這個G20的峰會 但是現在包括了其他的 美國的官員跟幕僚 好像跟拜登不是這樣的意見 怎麼說 他說即便習近平出席了 G20的峰會 拜登也沒有計畫在其他的場邊 來進行正式的會談 是不是好像變成拜登有意 但是美國其他官員好像 保持一點距離的感覺 現在華盛頓郵報的專家 就批評拜登政府 儘管頻繁接觸 但是對華的成果 對大陸的成果 好像沒有什麼效果 我們看到布林肯六月的時候 為了進行習近平 後來空手而歸 再來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到大陸去訪問的時候 北京也沒有做出任何的讓步 所以現在變成說 是不是許多人渴望 美國跟大陸還有其他領導人 進行他們合作 但拜登到底做了些什麼 好像不得而知的感覺 甚至包括雷蒙多到大陸 去搭高鐵的時候 《紐約劉報》寫的一篇報導 但是後來巧巧三文 怎麼回事 他說8月29號 雷蒙多在北京 跟一群官員會晤之後 要搭乘高鐵抵達上海 他說大陸的高鐵 從北京到上海只要4個小時 但是美國國家的客運 鐵路客運公司 如果你要到這樣的距離的話 需要可能花18到24小時 也就是一天的時間才能抵達 但後來這個新聞發布之後 紐約時報就心裡開始有點糾結 這樣寫會不會對我們的國家 好像不太好 後來就刪掉了這篇報導 所以這篇報導 現在網路上也找不太到了 所以就變成一個 羅生門的概念 就在聯盟多訪大陸的同時 華為又推出史上最強的手機 而且搭載了國產晶片 現在大陸網友就說了 是不是等於是用行動 來打臉美國 甚至還在微博上 18家的陸媒聯合發布 用華為手機拍照 美國的商務部部長 就像這樣子一張一張照片 下面有標示這個機子的部分 然後這個標籤還登上了 熱搜榜首 然後這些浮水印的 雷蒙多照片 還吸引了將近3億人次的點閱 看起來非常的熱門 好像一張一張照片 在大陸的網路 現在非常的盛傳的感覺 另外環球時報就分析 他說還專門發社評提醒 雷蒙多要多準備 精確的理解華為的預售新機 不過現在為大家外界好奇的是 明明是2009年9月起 就因為被美國制裁晶片 華為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剛剛台積電合作 生產麒麟晶片 為什麼現在又可以 用一些製產方式來做 看得出來現在是不是 等於是打臉美國制裁的感覺 所以現在可以等於用大陸 自己的國產晶片的意思 另外再看到包括像7奈米的高端的 DUV光刻機 現在也獲准對大陸出口了 荷蘭的艾斯莫爾說 年底前會全力交付 這是不是又來打臉 美國的這些制裁的感覺 另外就有網友說 大陸如果有這個技術的話 美國才開始限制的話 那是要打上個問號 另外包括了像美國 對大陸禁止轉售 NVIDIA的H1000 A2000的加速卡 為什麼 他說怕轉賣給大陸 到底有沒有這樣子 NVIDIA也發出聲明說 上個季度美國政府發出通知 說部分的客戶和地區 購買這樣子等相關產品 需要額外的授權合約 包括了中東的一些國家 美國的議員就聲稱 對美國二月 金磚的國家是具有毀滅性的 所以看起來現在包括了 歐洲跟美國好像都滿恐中的 美國的綜藝員泰勒就說 金磚國家的崛起 對美國二月是具有毀滅性的 甚至造成美元走弱 美國破產 另外在芬蘭 這位記者好像未來要開始擔任 這個部長的顧問 結果後來因為人事案被否決 主要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女友曾經有中國的國籍 所以這項人事案就被否決下來 可以看出來現在美中的關係 好像越來越緊張 想問一下蔡博士怎麼看 談不上越來越緊張 因為拜登整天要找習近平見面 怎麼會緊張到哪裡去 習近平好像沒有要見他的意思 這個都是各有盤算 你看看普丁為什麼要到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不是像720個人 不是像什麼東亞高峰會 10幾個人 他是一大堆世界各國 好多的政府要員 國家元首 政府總理 副總理 部長 還有很多大企業老闆 他一帶一路的論壇動不動就上千人 普丁岸 去演講 你不是禁止我嗎 我就來這個大場的演講給你 那個什麼APEC 也不過幾隻小鳥而已 所以這種大場妹他一定會來 中國總不會讓他不來 所以等於中國鋪墊一個 世界級的論壇 讓他在國際上露臉 這個對他來講 有國際宣傳效果很重要 等於中國就實際上幫他一忙 拜登 我覺得美國政府在幹什麼 拜登希望習近平參加集團體 傳出來習近平不去 然後結果美國的觀念就說 他來的話 我們拜登也不會跟他見面 是在上雙簧嗎 不是上雙簧 在遮胸部 貼在臉鼻子上面 莫名其妙 你堂堂的大國有需要這樣講話 你不需要 沒有意義 你有很多像個大國講話的樣子 比那個幼稚人 孩子在吵架都還不如 你要不要來 我不去 那我也不要你來 不是這樣意思嗎 無聊 我是覺得 氣度太小對不對 對 至於雷夢多 我是覺得 所有的中國人應該感謝雷夢多 這也是訪華 因為這是訪華的時候 就華為就趁機拍賣 公開銷售他的手機 使得華為不用花任何一分錢 找人代言 打到宣傳效果 馬上就轟傳這個效果 所以這個帥當金說 不要錢的代言人效果這麼好 如果找金城武 有1億人以上看這個新聞的話 那代價不會多高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謝謝雷夢多 謝謝雷夢多 因為他反差太大了 他是打壓華為的 重要的核心的決策者 然後華為被他打壓了三年 真的差一點爬不起來 現在勾劍復國 吃了三年的豬膽 現在終於把這個5G的手機 推出來了 而且性能讓人家訝異 晶片讓人家訝異 製成奈米數 讓人家嘆為觀止 就表示什麼 華為做這個事情準備很久了 絕對不是三年 只是這一系剛好推出來 推出來以後 如果他正在打廣告 搞不好沒有什麼相信 每一個人拿華為新手機 去拍那個誰 雷夢多 通通把他鋪上 往上面去 結果現在華為這款手機 我看很多買不到了 為什麼 已經缺貨了 因為還沒開始拍賣 預售多少 一億支 我說華為的廣告會都省起來了 所以很諷刺的謝謝雷夢多 也沒有錯 這個大陸我所了解的 他的DUV的光刻機 進展到10奈米已經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艾斯摩爾就趕快急了 要把7奈米賣過去了 就有點像以前我們台灣在做那個 要跟美國買戰鬥機 美國死得不肯 等到中國的戰績好像有個樣子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F-16 美國人聲音是這麼做的 每一環他都要撈一筆 這個艾斯摩爾 他故意 他本來說9月1號就開始限制 他說沒有 我們現在不限制 你趕快來訂 我們會延到年底 等到年底如果中國說 我已經做7奈米了 我看他延到明年底去了 這就礙面子 搞這種遊戲才沒什麼意義 可是美國去進NVIDIA幹什麼 NVIDIA 美國公司 雖然是老闆是曾經台灣出生的人 可是他很年輕 很小時候去國外 你進這個 怕說這些流到這個什麼 流到中國大陸去 你要進就進台灣 光滑商場去買都有 你要不要 對不對 光滑商場真的有 你不信 你還有三創生活也有 你去買一買 出海關會不會限制 不會 大陸海關會不會限制 不會 大家趕快賺 一組一萬多塊 到大陸上賣兩萬多塊 那個旅行團多帶十幾套就有 所以這個你怎麼進 所以我是覺得很無聊 至於美國的綜藝人水平都很低 根本不用理他 至於那個什麼芬蘭的女朋友 因為有中國國籍 以前也不能當部長的媒體顧問 這很好笑 媒體顧問有什麼好談的 而且芬蘭有什麼好談 芬蘭拍美國馬屁 這個情形讓我想起 日本殖民台灣的時候 台灣的女人嫁給日本人 到日本不能陸戶籍 真的 對 因為他不是日本公民 在日本不能夠買房子 什麼都不行 變四等的感覺 這個本來就四等 不像李登輝臉上貼收 他以前是日本人 那個是還不想講他的 是 孫強 你怎麼看 現在雷蒙多仿眾是不是吃鳥 他不是吃鳥 因為他根本就拿不出東西 跟人家交換 你看他走的時候放了一個狠話 所有以前制裁的東西都不可能 那你來幹什麼 你來只是我講的叫拖刀計 因為前面已經來了兩三波 沒有達到目標 他現在要表示美國有誠意 我還不斷的跟你溝通 沒有成果怎麼辦 留兩個協商會 這個就是慢慢來搞 這就把這個淹誓說 美國有誠意 我還要跟你談 其實你這個原則擺下來 就不可能談 我跟你講不可能談 美國仇中的意志已經高達 美國民主黨 共和黨 是共同的共識 你今天拜登敢在今年 拜習會的時候 放鬆某些制裁 你明年還要選嗎 這個矛盾因素 根本就讓雷蒙多 也不敢放出什麼東西來 既然你都放不出來 大陸說我跟你談什麼 所以你看那個集團體 我就不去了 去幹嘛 去 跟你們談核廢水嗎 韓國 日本 美國聯合起來講 乾淨 我去跟你吵這個架嗎 我討厭了這個莫迪 一天到晚給我鬼扯蛋 說中印邊界問題 就是中印的整個的問題 明明是中印之間 那麼多問題裡面一小部分 你要拿來做方向做事 你看韓國總統也在吃生魚片 日本也在吃 美國也在吃 加上莫迪 這四個貨色 拜習近平想借你幹嘛 何況你這個沒有什麼成果 你拿這個峰會來講 跟金磚的會來講 誰有意義 因為你拿不出什麼政策 主張實際的東西 你只是拿來吵架的 對不對 那習近平幹嘛要去 金磚峰會已經擺了 全世界很多國家哈得要死 你要糧食 俄羅斯有的事 你要石油 天然氣 俄羅斯有的事 阿拉伯有的事 你要基礎建設 你要投資大陸有的事 然後投資的金額 沙烏地 阿聯酋 滿把的鈔票沒地方放 那金磚就構成最大的吸引力了 你哪一個開發中國家 大家不希望能夠貼上去 那你G20跟G7 你能給人家什麼東西 條件一大堆 口惠而實不至 而且這個東西形成一個 南北對抗 習近平講了一句話 我是反殖民主義的 因為什麼 很多開發中國家 是被殖民地所侵害的 略得殖民地的財產 略得殖民地的人權 製造的紛亂 那今天習近平這個話一講 南美洲 中東 非洲 我們中南亞 多少都藏過殖民地的苦頭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加上日本最近來鬧排水 核廢水 又是9月份來了 918 對不對 這個救恨薪酬 一次算清楚 你不要一天到晚以為台灣是危險 搞不好這個廢水案子 日本還可能先挨一下 對不對 第二個你說那個光刻機 我告訴你 我們看軍售看了很多年 我們發展成熟的東西 快要成熟了 而且進入製造的時候 他馬上開放賣給你 因為他是成熟產品 價錢比較低 我們開發IDF設計費 研發費 生產線 要花一大筆錢 他就賣給你F16讓你IDF就停產了 我們至少減產一半 他賣光刻機就是要殺 不是好意 荷蘭這不是什麼善意 我有現成東西賣給你 便宜的賣給你 你就不要拼命去發展 10奈米 7奈米了 這個又扼殺你的這個東西 所以中國大陸應該咬了牙 你賣我也好 但是我要繼續的搞 要不然才能突破你們的 卡脖子的行為 是 吳教授怎麼看 這個習近平不出席G20 是不是洗臉拜登 兩大強權強股 他們要談之前 有很多方方便命還先做好 我還是看這個雷蒙多 雷蒙多是反 我概念有點不太一樣 我有覺得從前面的布林肯 葉倫 布林肯是談大框架 葉倫談債務 聯盟多去他主要談什麼 美氣在中國的問題跟進出口 這是他幾個重點 其實我覺得他們這一次 聯盟多要去之前 他遞出了一個橄欖枝 為什麼 因為兩大強權 要談生意不可能劍拔奴章 不然的話什麼都不用講 所以他就把這個實體清單 有33個未已經核准的實體清單 其中27個是中國的 他把它拿掉 讓這個感覺 談論的感覺要有點和緩 所以我們看起來 他們兩方坐下來有在談一些東西 包括什麼 第一個 他們要成立商務部的一個 對談小組是由副部長 接下來一年要兩次對談 有關 要談什麼 談進出口管制 就是如果美方你接下來要禁止 中國的什麼進口 或是要禁止什麼出口 同樣的 中國要禁止什麼出口 麻煩兩邊的副部長 先談一次 未來這個副部長的集合會議 可能是從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文壽 然後美國可能是他們的 商務部副部長Don Graves 他是一個非裔美國人 之前在歐巴馬時期 也做過經貿跟環境的一些事務 他在拜登時期 他幫忙雷夢多當商務部副部長 未來可能有兩位副部長 就我剛才提到 可能在進出口上面 不要再這麼見麻煩路上 先有個默契 對 不要一下你進加根者的出口 美國又進晶片出口 什麼都不講 這樣子會讓敵意升高的衝突螺旋 越來越往上 這對美中的貿易合作是沒有意的 但是其實他們在會談裡面 王文壽就提了 他其實對美國對華301關稅 半導體政策 還有歧視性補貼 制裁中國企業 他就提出來了 為什麼 他就講出來 你過去從去年 美國是講的晶片法案 裡面就是你違規 補貼你美國的企業 又成立一個美國基金 你又成立一個基金讓什麼 讓接受你基金的這些企業 不能在中國投資 你逼迫這企業選邊站 王文壽說 你這個要給我們一點解釋 他就提出來了 當然又提了說 你進口這個晶片出口 你要一個解釋 為什麼你要進輝瑞 要進高通的晶片 你要講出來 當然美國也講了 你也是進稀有金屬 加根者 你也制裁我們美光 所以他們兩邊等於在會談的時候 把話都談出來 要講清楚 我們在國際關係裡面常常講的 如果你要合作 你沒有溝通的平台 是不可能合作的 因為你彼此會猜忌 彼此的資訊不對等的時候 你是不可能合作的 如果他要合作 他們這個時候他們就講出來 彼此最關心的部分是什麼 當然雷蒙多回答什麼 這些包括高科技晶片 包括我們禁止晶片出口 是因為國家安全 針對國家安全這個 我們是不容退讓的 他要講清楚 如果我說我跟你退讓 我要玩什麼 我就是要維持我國家在高階晶片 引你大陸的這個地方 所以他說高階晶片的地方 我們不會退讓 但是其他地方我們慢慢來談 我覺得這一次我們要看這個 為什麼他們 聯盟多都去 感覺沒有那麼劍拔奴章 還是有些東西可以看 畢竟有什麼 有人說聯盟多對中稍微強硬 他比葉倫強硬太多了 問題是如果他這麼強硬 我想這一次我跟你講 裡面有人要見他 也不會搭高鐵對不對 也不會搭高鐵 也不會感覺什麼坐下來 大家還滿笑笑的 都不可能 最後我要講的就是 他們這次還要主要談的是 恢復兩邊的什麼旅遊 其實你要去問很多人 現在從大陸要去美國的 買不到飛機票 為什麼 第一個 陸客不能去美國 所以以前要去美國的 要轉機轉 現在要轉機轉很多趟 沒有直飛 很少班機 他們希望這趕快恢復 兩邊人民的正常交流 這才是他們要談的東西 是 好 那現在 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馬上來帶您來看到 就是華為的這個手機 現在是浴火重生了嗎 好像把時間往前推 在晶片公司協會 今年的時候就有曾經 預告過 華為正在中國各地建設 一系列的半導體製造的設施 這是一個影子製造網路 也使得這家被列入黑名單的公司 將其晶片的設計 變成了現實 為什麼 怎麼說 現在就傳出這個Meta60 Pro 裡頭搭載的華為晶片 就是憑著海思設計的 麒麟處理器 媒體報導就稱了 其實這個晶片是採用了5奈米的技術 這5奈米的技術有多厲害 我可以說是堪比最新技術落後一代而已 非常非常的腳步走在很前面 而且我們看到現在華為的這個手機 現在已經有一些人有拿到實體的機了 所以已經可以開始測試了 不管是它的速度或機型等等的 那麼就有美國媒體直接實測了 他說你這個網速真的是超級無敵快 甚至是媲美最新的iPhone的這個機型 然後彭博也進步提到 就是華為的新款手機的網速 剛剛提到 已經頻寬是已經盡視其他的5G手機了 被盛戰士從美國重重技術制裁中 突破的一大突圍 而且如果真的是麒麟過來的話 其實就代表著兩大意義 哪兩大意義呢 第一個這個是第一款中國完完全全 自主知識產權的手機 等於是它沒有依靠任何國家或是任何技術 這個通通就是Made in China的這個東西 那麼第二個意義又是什麼呢 這個其實代表了 美國對於華的這個科技的 相關的技術的制裁 甚至說全面絞殺還有封鎖的行為 其實是失敗的 而且我們看到現在的關鍵時刻 任正非拒見美方的團隊 我們把這個講到華為 其實有列了兩個時間點 這個是蠻關鍵的 首先是2012年的時候 2012年的時候 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經濟學家 就曾經訪問過華為 當時要推動華為上市 他其實就是任正非 他始終都是沒有露面的 所以羅奇他很失望的抱怨說 他拒絕了一個3兆美元的團隊 好像把時間往後推一點點 2019年5月的時候 美國將對華為實施發禁令 那麼在這個禁令生效之前 在美國供應商是特別加班了 36個小時給華為供貨 來穩定供貨最後一批的概念 那麼任正非得失之後 甚至是說感動的流下了眼淚 那麼現在突破了重重的難關之後 華為這一台手機的上市 搭載了5G麒麟晶片雙雙回歸 也等於是大大打臉了 美國這一系列的制裁 可以說是君子報仇三年不亡 這個臉打得很兇啊 好 講到了這台手機 其實在2023年的時候 中國國際服貿交易會當中 華為的筆記本這個晴雲G540 是已經成為了在新京報 2023年服貿會指導 報導的指定用機 你就是只能用這個 華為的這一台的筆記本 也就是說現在其實這個最新推出 已經成為了華為一個外設 在會上大顯身手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 講到了這個美國的一些製造 還有生產 然後其實除了更高一層樓以外 他們現在經濟又是如何呢 現在大陸是全面的要來加強 經濟的交流以及開放了 習近平是在服貿會上 都致辭擴大對外的開放 他的說法是說 大陸將打造更加開放 以及更加包容的發展環境 積極展開服務貿易 還有投資負面清單的談判 另外李強在外面IMF總裁的時候 也特別講到了 現在經濟總體回升向好 他的提到內容這邊替大家整理出來 是中國經濟現在是持續的恢復當中 總體回升向好 中國很有信心 而且也有能力 可以推動經濟持續的健康向上發展 講到IMF總裁他也提到了一段話 他說現在大陸經濟對於世界經濟增長貢獻 是已經達到了三分之一 是萬萬不可小覷的 甚至他也讚賞中方為了促進經濟增長 採取的有力的舉措 那麼講到現在 大陸經濟是越來越往上了 那麼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跟澳洲相關的互動了 來看到現在澳洲的代表團 已經確定要將前往到了北京來進行參訪了 這個其實也是三年多來 澳洲首度恢復了兩邊高階的對話 包含了政府還有產業的相關人員 學術界還有媒體界所組成的這個訪問團 將會在9月7號時間也快進了 在這個時間點前往到北京跟大陸對口 來進行進步的談話 這個也是兩方努力穩定關係 在賣錢上一步的重要的指標 而且剛剛講到經濟的部分 其實進口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很大的關鍵了 包含了今年澳洲牛肉的出口前三名 第一名是日本來到了12萬噸 第二名就是中國了來到11.5萬噸 那麼美國現在是位居第三的 而且講到中國這個數字 雖然說是11.5萬噸 但是還在急速的往上升 這個數字現在是不停的往上加的 還有肉類分析師就進步提到了 今年大陸將成澳洲最大最大的牛肉的客戶 還有澳洲的貿易部長他也提到了 相信隨著兩邊的關係改善了之後 未來會有更多的產品 解禁之後相關的限制取消之後 相關的數字都還是會往上的急速提升 好那麼講到了大陸的這個發展 其實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大家還記得嗎 在不久之前這個資博的燒烤 引起了很多的人關注啊 變成很紅啊這樣子 結果新商機又出現了 現在堪稱媲美這個自博燒烤2.0 就是天津的跳水大爺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畫面 這空拍畫面真的非常有趣 非常非常多的人聚集在橋上 那麼他們現在是要準備幹嘛 就是跳下水喔 這個其實是一開始有很多老人家 差不多七八十歲 要來健康身體的時候 跳水的一個運動 沒有想到呢 結果透過影片透過宣傳之後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熱門的打卡景點了 甚至有國外看到的這個呢 是來自國外的俄羅斯女孩 也來跳水了 甚至是奧運金牌跳水選手 也衝著這個景點而來 已經變成一個非常非常紅的 一個商機的地方了 好 那麼我們先問一下 介大使你怎麼看 就是包含了從華為現在浴火重生了 是不是對於整個世界 也說是一個震撼彈呢 現在大陸流行一句話就說 1566天 也就是說華為遭到美方 這個完全的斷供以後 到今天這個Mate60 Pro 這個橫空出世 那麼這個中間一共經過了1500多天 那1500多天到底它造給 給這個所謂的手機界的震撼是什麼 那震撼就是說第一個 這個麒麟9000S這一枚 Mate60所用的CPU的核心處理器 這個晶片是全新華為自己設計的 那你要知道設計晶片有一個重要的一個條件 就是要有美國所獨佔的一種 晶片設計軟體 那麼晶片設計軟體叫ZDA 美方在2020年5月的時候一起把這個禁了 也就是說你會燒菜沒有用 可是我把你的鍋碗瓢盆 什麼碗塊通通收起來 你沒辦法你沒辦法燒菜 美國就把這個EDA拿走了 所以海絲原來是世界上已經名列前茅 也就是華為的這個晶片設計廠 原來是世界上已經是名列前茅的晶片設計公司 美國把它的晶片設計軟體停用 不准海絲用 那海絲當然設計不出來新的晶片了 那個是一千五百多天的事情 可是經過一千五百多天的努力 海絲自己設計了新的晶片軟體 那這個新的晶片 這個晶片是沒有用到美國的晶片設計軟體的 而是用自己的方法設計出來的 所以這是給世界的第一個震撼 那第二個震撼就是說 這個晶片設計出來以後 這個麒麟9000S這個晶片設計出來以後 有人發覺它居然 可能是接近5奈米的這個程度的 原來事實上中芯國際 已經對外宣布大陸的中芯 晶片這個公司 已經宣布它已經可以做7奈米的量產 可是外界還是半信半疑 認為說量產的話 你表示你的良率達到一定的水準 那並沒有看到這個中芯有大規模的生產的這個跡象 可是這一次呢 麒麟9000晶片 有人說基本上已經到了這個5奈米的程度了 所以這個也是另外一個震撼 也就是在沒有國外的這個技術 跟設備的資源之下 那麼 中國大陸的晶片製造廠 成功製出有5奈米功能的這個晶片 所以不論是晶片設計跟晶片製造 這兩個美國卡中國科技最重要的兩個關口 基本上也可以說都被華為突破了 這也就是這次華為Mate 60 Pro這個手機 所以讓中國大陸 等於可以說是全民轟動 全民都怎麼講 都非常好伴喜事一樣在迎接這支手機 倒不是這支手機如何如何 而是它成功突破美國的科技封鎖 那麼這支手機事實上的話 它的功效 它的這個好 網速 那麼很多這些這個博主 這個高科技博主已經測過了 高達800MPBS 這是一個標準的5G手機 甚至有人說5.5G手機 所以我想這一次手機的出事就表示 美國對中國大陸在高級 在這個尖端這個高端晶片的封鎖上面 已經怎麼樣被中國大陸突破了 剑長你怎麼看到 前幾天的節目我就拿出這張手板 這張手板其實是金融時報他講的 其實也就是NEC跟SONY這兩家公司的高級主管 都認為現在拜登 所出台的對大陸的所有政策 通通都即將失效 那即將失效 其實華為的這一支MAT60 Pro 其實就展現了這一個結果 那當然前面剛剛主持人有談到 這是一個影子製造網路 那這個影子製造網路 現在已經浮上檯面了 那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真正的意義就是卡脖子結束了 也就是當初想要透過卡脖子來 拖慢大陸研發AI 研發超級電腦 研發高超音速載具的各種目的 現在都已經崩潰了 因為再強調一次 軍方所使用的晶片 絕對不是現在的高階製程 而是成熟製程 那它高階製程都已經到達這個地步了 就更不要講成熟製程 那個大陸的實際上的製造能力 那另外有關於說 美國這一種對於大陸的封鎖的行為 其實應該好好的去看一下 上個禮拜經濟學人 他的那一篇主要專題在講什麼 在講拜登的中國戰略不起作用 為什麼不起作用 其實電影講得對 生命會自己尋找出路 也就是你封鎖了那個大陸 卡脖子 對不起 現在人家已經走出 就是歷經了剛剛介大使講的 1566天之後 他已經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走出自己的路怎麼走的 小店長這邊先爆個料 2018年你去看中國之王 他就已經有非常詳細的 這一個有關於晶片製作的 一個相關論文討論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CIA現在他要錄取 大量母語為中文的這些人 為什麼 因為他也在看論文 你認為只有CIA在看論文嗎 沒有紐約時報也在看論文 然後華爾街日報也都在看論文 然後現在這個種種 其實也就代表了 中國即將走出一條不同的路 經濟只會更好 不會再壞 韓兵哥你怎麼看 現在包含了澳洲代表團 也即將到北京訪問 其實很明顯的 雖然美國一直在阻止 中澳之間的關係緩和 但是澳洲顯然是認為 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是對他有利 像過去這幾年 跟中國大陸這種呈現 半斷絕往來的這種狀況 對澳洲顯然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澳洲現在正在積極 跟中國大陸談判 以中國大陸的消費能力 很快的 他應該就會躍升為 他的牛肉這些第一大國 之前所進的這些紅酒 其他這些東西 慢慢大概都會陸續開放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狀況下 中澳之間的貓友兒 會大量上升 這是可以預期的一個現象 所以對中國來說 他現在的戰略 我覺得還滿清楚的 你看就是過去 中國大陸可能對 比如說對個別國家 都用同樣的力度敲打 可是現在不是 你看現在 很多時候 中國大陸只對美國敲打 可是對日本 韓國 甚至加拿大或是澳洲 他們即使附和著美國 去講述一些話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反應 相對就沒那麼激烈 甚至遇到比如說一些船艦 到中國大陸附近 來做一些挑釁的舉動的時候 他甚至就只針對美艦去處理 對其他的國家的軍艦 就直接把他放過 我覺得中國的戰略很清晰 就是他現在要積極 在世界上交朋友 然後他要想辦法弱化 美國的盟方的範圍 所以我覺得未來 中國大陸就會按照 這樣的一個戰略指導原則 然後不斷的在世界上去開拓 過去這半年的時間 其實一直有一個危機就是 因為中國大陸經濟上面臨的困難 他們失業率很高 然後經濟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這個時候你看 包括我們台灣內部 很多媒體都在講 中國不行 中國快完蛋 甚至國外一些媒體講說 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已經停滯 未來就會泡沫化 然後快完蛋了 就跟當年日本一樣 可是通過這半年之後 看起來中國大陸現在已經開始 慢慢站穩腳步 重新再出來 那中國大陸這次重新再出來的話 美國再想要關注他就沒那麼容易 因為過去這幾年 美國已經把他能夠前置 中國大陸的手段幾乎都用 當你全部都用了之後人家還不死 那接下來換誰死 這個情況就非常明確 所以我覺得華為這個東西 其實只是中美鬥爭的第一階段而已 未來中美還要鬥好幾十年 還有好幾個階段要走 那就是一步一腳印 繼續走下去 那勝負目前尚未可置 同樣引發國際關注的 還有日本核廢水的這個問題 先進一段廣告 馬上回來